女友的生日会上 她的白月光送了一个钻戒给她 气氛瞬间死寂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生气 我去端起酒杯 大方的笑着道 钻戒都送了 你们干脆把结婚证也领了吧 来 祝你们百年好合 今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帮她庆祝 秦浩文从身上拿了一个小礼盒出来 如烟 这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柳如烟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钻戒 她开心的笑了 谢谢你 浩文 我很喜欢气氛瞬间死寂 所有人都同时看向我 以为我会生气 毕竟戒指代表的意义非凡 我慢悠悠的嗑着瓜子 见大家都在等我的反应 才端起酒杯 大方的笑着道 钻戒都送了 你们干脆把结婚证也领了吧 来 祝你们百年好合 众人震惊 场面尴尬 柳如烟不满的看着我 纪伯达 你什么意思 坐在我旁边的朋友连忙说 如烟你别生气 纪伯达喝多了 胡说八道呢 我目光淡淡的看着柳如烟 没胡说八道 我是真心祝福你跟秦浩文的 说完我也不管柳如烟 是什么反应 就起身走出包厢 秦浩文在后面喊道 纪伯达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自己买不起钻戒 送女朋友就算了 还不允许我送给他 真小气出来外面 我呼出一口气 从裤袋里拿出一枚钻戒 其实刚才我是准备 跟柳如烟求婚的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七年了 我是真的很爱他 把他当成了我的全部 每次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 都是我先低头认错 无论什么事 我总会把他放在第一位 把最好的东西给他 每个节日 我都会给他制造惊喜 看到他脸上的笑容时 我会觉得很满足 要不是我无意间听到 他跟他闺蜜许轩的对话 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现在的我肯定会很难受 前两天 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 柳如烟发了很大的火 说要跟我分手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很紧张 怕他会出事 在街上像是疯了一样 到处找他 最后我在酒吧找到了他 正准备上前就听见柳如烟说 浩文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了 许轩坐在他身边问 那你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许轩顿了下又说 我知道当初你是为了忘记浩文 才答应跟纪伯达在一起的 柳如烟按了下 我觉得人生短暂 应该勇敢追求真爱 而不是将就文言 我的心脏一阵抽痛 其实我能感觉出来 自从秦浩文回来以后 柳如烟对我就变了 只是我不愿意接受而已 现在想想 我就是一个傻子 柳如烟喝了口酒后到 纪伯达下午把我的花瓶摔碎了 那个花瓶是浩文送给我的 我很难过 对我来说 浩文是我人生中的遗憾 他送给我的东西都很珍贵 原本我还不明白 只是一个花瓶而已 他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现在我懂了 那个花瓶是秦浩文是送给他的 所以他才寄到跟我提分手 秦浩文是他的遗憾 那我是什么 爱而不得的将就吗 我扯了扯唇 露出一抹苦涩的笑 我浑浑饿的离开酒吧 一夜没睡 坐在路边一直抽烟 回想这七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我发现自己还是舍不得柳如烟 所以才会想要最后再争取一次 买好戒指准备跟他求婚 结果证明 我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我低头看着手上的戒指 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将戒指扔出了窗外 一同丢弃的 还有我对柳如烟的感情 我拿出手机 给包厢里面的一个朋友 发了信息说 我有事要先走了 回到家 我坐在沙发里休息 突然 门口响起了动静 是柳如烟回来了 他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纪伯达 今天是我的生日 大家都高高兴兴在给我庆祝 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吭就走了 面对柳如烟的怒火 我不再像以前一样 马上道歉了 我轻描淡写地问 我把位置腾出来给秦浩文 不好吗 听到我这样说 柳如烟更生气了 浩文不就是送了一个戒指给我 你就一身一鬼了是吧 纪伯达 你真是心胸狭隘 我笑了 他真会倒打一耙啊 明明是他自己 对秦浩文于情未了 却责怪我多疑狭隘 同时我也很清楚 柳如烟会这么瞒不讲理 都是我惯出来的 我拿出烟盒 开始抽烟 柳如烟看到我抽烟 醋眉厌雾道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在家里抽烟 我不想闻二手烟 柳如烟确实非常讨厌别人抽烟 谁在他面前抽烟都不可以 包括他爸爸 可我记得上次他不小心摔伤了 秦浩文来家里看他 坐在沙发聊天的时候 不停地抽烟 柳如烟就坐在他的对面 烟雾一直飘到他脸上 也没看到他有半点不耐烦 还把我新买的烟灰缸拿出来给他用 等秦浩文走过我质问他 他一句别无理取闹就打发我了 事实上 秦浩文对他来说就是最特别的 柳如烟朝我伸出了手 我的生日礼物呢 我的思绪被拉回了现实 诞生说 忘了柳如烟的脸色一变 愤怒地看着我 浩文说的没错 你就是小气 我生日你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我静静地看着他 也没有反驳他的话 如果是以前 我一定会吃醋跟他争吵的 但现在我累了 不想跟他吵了 他再也影响不到我了 许是见我的态度反常 柳如烟便说 算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好好反省下自己吧 说完 他就走向卧室 拿了睡衣和护肤品进了另一个方向 意思很明显 跟我分房睡 平时也是 他一个不高兴就分房睡 还让我别碰他 如果我不去哄他的话 他是绝不会理我的 当天晚上 我自己一个人躺在大床上 没有失眠 反而睡得很舒服 第二天早上 我起得比较晚 来不及做早餐 柳如烟又对我白脸色了 他总是理所当然地使唤我 享受我对他的好 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个男人 我还不能有任何意见 必须像条狗一样听话 否则他就会生气 现在无所谓了 他想生气就去生气吧 即使我在爱他 也经不起他这么消耗 我没说话 直接出门了 上班的时候 我突然收到柳如烟的信息 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我买好票了 我看着他发过来的信息 沉默 柳如烟的性格一贯骄傲 他主动发信息 约我去看电影 其实就是在求和了 如果是以前的我 看到他这条信息 会非常兴奋 会觉得他心里是爱我的 但此时 我的内心 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 相反 我觉得有点烦 因为每次去看电影 柳如烟 只会选他自己喜欢的电影题材 不会管我想看什么 而我必须认认真真陪他看完 不然他就会抱怨我不爱他了 晚上快八点的时候 我来到电影院门口 柳如烟临时说要加班 所以我们没有一起吃晚饭 可我等了很久 柳如烟都没有来 电影就快要开始了 于是我拿出手机打给了他 柳如烟没接 我就先进去了 一直到电影快播完 柳如烟都没出现 电话和微信也不回 电影不是我喜欢看的类型 我一直在刷手机 突然 我刷到了情号文发的朋友圈 文案 只有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照片中的女人是柳如烟 她的发丝贴着脸蛋 身上穿的外套也系错了扣子 似乎是因为紧张着急 而显得有些狼狈 地点是医院 秦浩文正在打点滴 我的呼吸一致 握着手机的手指也颤抖了起来 之前有次半夜我发烧去医院打点滴 柳如烟说 她闻到消毒药水的味道会很不舒服 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医院里 回家睡觉了 到秦浩文这里 她就不会觉得不舒服了 真是讽刺 又是为了秦浩文 所以她把我忘了 不过这次我没有觉得很意外 在我联系不到她的时候 就已经猜到了 我知道秦浩文是故意发朋友圈给我看的 不只是挑衅 更想向我证明 在柳如烟心里她比我重要 我掀起的情绪没有蔓延 而是慢慢冷却下来了 这段感情已经走到尽头 我关了手机屏幕 抬头看电影 只是什么都看不下 不经意间看到前面的一对情侣 男人把爆米花喂进去女人嘴里 女人也拿起奶茶去喂男人 我苦笑了下 按要双向奔赴才有意义 但我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我在付出 电影播放结束 我走了出来 看到外面下起了瓢泊大雨 我没带雨伞 淋了一身雨 回到家 我立刻去洗澡了 也许是淋到了雨 人有些昏昏沉沉的 于是我早早就睡下了 柳如烟一夜未归 起床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好像发烧了 就发信息请假 吃了药后继续睡觉 临近中午 我正准备起来做饭 就接到了一个同学的电话 你小子买房了也不说 说来也是巧 我就住在你们楼下 以后就是邻居了 我很疑惑 我什么时候买房了 同学笑着说 还想忙我啊 我在电梯里遇到如烟了 他手上还拎着一袋菜呢 不是给你做饭吗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紧 在哪个小区 同学把小区的地址告诉我后 我便过去了 来到门口 我直接按门铃 没过多久就有人来开门 站在里面的人是秦浩文 他穿着睡衣 纪博打 你怎么来了 是谁啊柳如烟穿着围裙走了过来 看到了我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 我扯了扯唇笑了 柳如烟在家从来不干活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他很讨厌做饭 所以做饭的人就变成我 看来他不是讨厌做饭 是讨厌为我做饭而已 我看着柳如烟问 这个房子是你的 柳如烟支支吾吾的没有回答 秦浩文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得意 我愤怒地抬起拳头 砸向秦浩文的脸 见秦浩文被打 柳如烟立刻上前护住他 纪博打 你发什么疯 浩文要是伤到了哪里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的心一致 原本就发冷的身体 一下子就更冷了 实在是可笑极了 我转身离开 到了楼下 柳如烟追了上来 他拉住我的手臂 纪博打 你听我解释 刚才我不是故意那样说的 这个房子是浩文的 可他最近炒股输了不少钱 我就把钱借给他 我问 你哪来的钱 柳如烟是月光族 根本就没存什么钱 柳如烟咬住唇说 我拿我们卡里的钱借给他 我愣了愣 我跟柳如烟有一个共同账户 每个月我会把大部分工资转进去 柳如烟则是固定赚500进去 不过他经常忘了转 银行卡一直都是交给他保管 这笔钱是计划年底买婚房的 房子我都选好了 他拿着我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 借给秦浩文买房 我想笑 却笑不出来 见我的脸色不对 柳如烟又解释道 纪博打 浩文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就把房子留给他女朋友住 他没地方住才想着买新房子的 你 我不想买房吗 我打断柳如烟的话 准确来说 是我跟他的婚房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柳如烟哑口无言 我闭了闭眼 把手臂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 我们分手吧 柳如烟争了好几秒 纪博打 我知道我把钱借给浩文买房 让你不高兴了 但你有必要拿分手来威胁我吗 柳如烟仍旧觉得我只是在吃醋 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我觉得很疲惫 浑身的力气都在刚刚那一刻被抽空了 不想再跟他争论下去了 不是威胁 说完这句话我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刚走出小区我就觉得有些撑不住了 连忙打车去医院 医生说我快烧成肺炎了 我在打点滴的时候 恍惚听到有人在叫我 抬头一看是许轩 真的是你啊 纪博打 你怎么了 许轩看着我问 我淡淡的道 没什么 就是发烧了 然后我就看到许轩走到边上去打电话了 估计是打电话告诉柳如烟 我本来想阻止 想想又觉得不用多此一举 柳如烟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来的 他不喜欢医院消毒药水的味道 只是没过多久 柳如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 看着我虚弱的样子 似乎是很心疼 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 我反问 我平时给你打电话 你不也经常没接吗 许是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柳如烟脸上的表情呆着好一会儿 我想 他终于体会到被那种无视的感觉有多不好受了 估想 柳如烟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声音也柔和了不少 你发烧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静静地看着他 你上次不是说 你不喜欢消毒药水的味道 柳如烟的小脸一白 他应该是想到昨晚跟我约好去看电影的事 顿时有些慌了 语速很快地道 昨晚我刚准备下班就接到浩文的电话 他急性肠胃炎发作了 疼得厉害 我只好赶过去把他送到医院 天亮后我又把他送回家 我的手机一直放在包里 静音了 我没有听见这是柳如烟第一次对我解释这么多 不过他的解释却显得很苍白无力 从昨晚到今天中午 他怎么可能一直没看手机 他就是怕我会打扰到他照顾陪伴秦浩文而已 见我沉默 柳如烟继续说 你知道的 浩文的父母都在国外 他只能找我 我在心里冷冷笑 秦浩文又不止他一个朋友 为什么偏偏就找他 再说 他上次把我一个人扔在医院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我的父母也不在身边呢 我们是在大二开始谈恋爱的 大学毕业后我们各自回老家工作 后来他每天都哭着打电话给我 说跟我分隔两地 让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为了让他有安全感 我辞职来到他的城市发展 所以为了秦浩文 你就可以忍受消毒药水的味道了 是吗 如烟 你承认吧 你就是忘不了秦浩文柳如烟摇头否认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浩文他的性格比较倔强 要不是真的很难受 他不会找我的 我不能不管他 我点点头 知道了私事怕我不相信 柳如烟又强调 我跟浩文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既拨打 你相信我 我又点了点头 脑袋晕得厉害 干脆就闭上了眼睛 柳如烟没走 一直留在医院陪我 我没觉得感动 甚至觉得他很吵 因为他时不时就跟我说话 问我要不要喝水之类的 但其实我只想休息 想要他安静点 当天我就退烧了 回家又休息一天 身体就完全恢复了 晚上 柳如烟做了一桌丰富的菜 这要是放在以前 我想都不敢想的 吃完饭 柳如烟又去厨房 切了一盘水果出来 放在我面前 这个芒果很甜的 你尝尝说着 他用牙签插了一块 味道我唇边 我没动 但声提醒他 我不吃芒果 柳如烟下意识地问 你不是最喜欢吃芒果吗 我盯着柳如烟说 我对芒果过敏 喜欢吃芒果的人是秦浩文 柳如烟争了证 回过神后 他立即收回首道 纪伯答 对不起 我别忘了 其实他不是忘了 而是从来就没有记住 我对芒果过敏这件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的所有生活习惯 他都记不住 我对他的生活习惯 却了如指掌 没关系 当我正准备 看会儿电视的时候 听到柳如烟说 浩文说 等他的股票解套了 就把钱还给我们 我没说话 股票解套哪有那么容易 这笔钱也不知道 何年何月才能还给我 那之后柳如烟就跟 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会主动早起做早餐 下班回家也会做饭做家务 这天我下班回到家 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我从冰箱拿出肉菜 开始做饭 等我把菜炒好后 柳如烟还是没有回来 手机也是静悄悄的 没有关于他的信息 或者电话 我也没有要打给他的念头 反而觉得自己一个人 安安静静吃饭挺好的 吃完饭 我坐在客厅看电视 11点左右 我才去洗澡睡觉 半夜 我睡得正香的时候 发现有人坐在床边 我坐了起来开灯 如烟 柳如烟看着我 浩文有事找我 所以我才这么晚回来 我问了一声 连追问他什么事的兴趣都没有 刚想躺下去继续睡 就听见他问 纪伯答 你能不能跟你爸妈拿十万借给浩文 我觉得荒唐 便笑出声 他怎么会有脸说出这种话呢 柳如烟 你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像冤大头 我是欠了你 还是欠了秦浩文 柳如烟一慌 急声道 浩文之前装修的时候 跟别人借了钱 现在被追着讨债 他很苦恼 纪伯答 我就是问一问而已 不是非要你拿钱出来的 我冷声道 出去说完我就躺了下去 翻身背对着他 不一会儿 柳如烟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坐在客厅里 柳如烟从次卧走了出来 看到我脚边的行李箱 愣住了 纪伯答 你要出差吗 我看着他 我要搬出去 昨晚柳如烟离开房间后 我就睡不着了 便起来收拾行李 天亮的时候才收拾好 当时看着自己行李 我没有难过的情绪 倒是有种终于解脱了的感觉 柳如烟的眼圈瞬间就红了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 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拿钱借给浩文生气了吗 我不说了 我再也不说了 纪伯答 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 从前看到他哭 我下意识会感到心疼 难受 现在不会了 我看着他就像是在看着陌生人一样 不吵架 上次我就说过了 分手 不是在开玩笑 那天我跟他提分手后就有在找房子 昨天刚定下来交了租金 今天可以搬过去入住了 柳如烟彻底慌了 他上前抱住我 不行 纪伯答 你说过你会一辈子爱我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我掰开柳如烟的手 面无表情地说 如烟 我已经决定跟你分手了 不是商量柳如烟哭得更厉害了 我不信 你最爱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跟我分手 我静静地看着他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最爱的人是他 而他却总仗着我爱他 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爱 好在他现在伤不到我了 如烟 曾经我是很爱你 不过现在不爱了 你骗人 骗人 柳如烟的情绪顿时失控 我没再管他 拉着行李箱走了 搬到新的出租屋后 我调整好心态 将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 从今以后 我只为自己奋斗 一日早上 我刚到公司就听同事说 等下会有一个新同事来入职 但没想到这个新同事 居然会是我的高中同学 陆琴 我们对视了一眼 都挺惊讶的 陆琴惊喜地看着我 纪伯答 好巧啊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请多关照 说着他还像模像样地朝我伸出手 我向着握住他的手 放心吧 肯定会多照顾你的 下班后 我请陆琴到附近的餐厅吃饭 不料遇到了柳如烟和秦浩文 秦浩文先发致人道 如烟 难怪他非要跟你分手 看来他早就背着你 勾搭上别的女人了 柳如烟盯盯着我 小脸紧绷又难看 纪伯答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皱了皱眉头 反感他这样质问的口吻 毕竟我们已经分手了 虽然我没跟陆琴说过我和柳如烟的事 不过陆琴已经从对话中猜出来大概 看着我问 他是你的前女友 听到前女友三个字 柳如烟更生气了 什么前女友 我们还没有分手 我看着柳如烟 我们分手了 柳如烟立刻摇头说 没有 我不同意 你不可以跟别的女人吃饭 跟他的激动相比较 我显得很平静 扫了眼秦浩文 那你呢 柳如烟的小脸僵硬 秦浩文不愿看着我 纪伯答 欺负自己的女朋友 你还是男人吗 我淡淡地看着秦浩文问道 欠我的钱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秦浩文一下子就晋升了 陆琴白了秦浩文一眼 现在的世道真是变了 欠人家钱还敢这么嚣张 陆琴的性格向来直说 我一时没忍住 笑了一声 秦浩文的脸色瞬间各种青红交错 柳如烟气愤地说 纪伯答 浩文是欠了你钱 但你有必要这么侮辱人吗 我静静地看着他 无论什么事 柳如烟从来都是维护秦浩文 帮他说话的 如今我已经毫无感觉了 陆琴看着柳如烟 我觉得你真搞笑 既然你不想跟纪伯他分手 那你现在维护另一个男人 又是什么意思 柳如烟被问住了 秦浩文气急败坏地 拉着柳如烟走了 我们去别的餐厅吃 我没理会他们 陆琴看着我的脸 你不去追吗 我笑了笑 不想追 陆琴又问 你不喜欢他了吗 我看着他八卦又小心翼翼的模样 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不喜欢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永远都不可能会附和的 陆琴长长地呕了一声 转了转眼睛后 端起了酒杯说 那庆祝你分手快乐 我挑了挑眉 端起酒跟他碰杯 吃完饭回到家 刚坐下来就收到柳如烟发来的信息 我粗略地看了下 大概内容是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 新地方住得习不习惯 今晚跟我一起吃饭的女人是谁 我没有回复 过了一会儿 他又发了很多信息过来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我给他不断地发信息 他偶尔回我一两句 现在变了 可我没觉得很开心 还把他的消息设置为免打扰了 原本以为我没有回复柳如烟的信息 他就不会再发了 没想到他每天发 还打电话 当然 我也没见 都已经分手了 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下去 应该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面才是 陆琴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工作方面却很认真细心 跟他一起搭档工作十分默契 这天下午 有同事订了水果 拿了一盒放在我桌上 陆琴直接就把我纳盒拿走了 然后再把他纳盒给我 同事不解他为什么要换来换去的 陆琴说 纪伯达对芒果过敏 我这盒里面没有芒果 我呆住了 对于陆琴记得 我对芒果过敏这件事还挺意外的 读书那会儿 我还不知道自己对芒果过敏 因为平常我也不爱吃 当时有个同学 从家里带了芒果过来 急忙将我送去医院 陆琴就是其中之一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他居然还记得我对芒果过敏 说实话 我真的很感动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七年 他从未对我伤心过 有时候 我觉得他需要的不是我的爱 而是一条听话的狗 下班回家 在门口我看到了柳如烟 他应该是从朋友那边 打听到我住在这里的 一看到我 他就露出来可怜兮兮的表情 他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心软 因为过去他屡时不爽 却不知道这招对我早就没用了 柳如烟柔声说 对不起 纪博达 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我真的爱你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爱我 当年你跟我在一起 只是将就 我看着柳如烟的眼睛说 那天在酒吧 你跟许萱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柳如烟争住 下一秒 他的眼泪毒筐而出 纪博达 我承认一开始 我没有很喜欢你 只是想用你来忘记好文 可现在我真的爱上你了 分开的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在想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现在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你不喜欢浩文 我就跟他绝交 再也不跟他来往好不好 听着他说这些话 我的心情没有任何起伏 你爱的人是秦浩文 应该跟他在一起 你 不 柳如烟奸声打断我的话 你是爱我的 不然你就不会吃浩文的醋 跟我分手 纪博达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我们复合好吗 我看着眼前的柳如烟 就像是在看着过去的自己 努力在对方身上寻找爱的痕迹 只想要证明对方是爱自己的 就像是一个小丑 柳如烟 我爱你的时候是真的很爱你 现在我不爱你了 也是真的 放手吧 我不信 我不会放手的 纪博达 我爱你 我们不能分开 看情况 柳如烟是准备死缠烂打 我很无语 纪博达一道女声在我身侧响起 紧跟着我的手臂就被挽住 我转头看过去 是陆晴 柳如烟全身僵住 陆晴靠在我肩上撒娇 我喜欢吃的蛋糕你买了没有 我知道陆晴是为了帮我摆脱柳如烟 迅速配合到 还没呢 那我们现在去买握点头 带着陆晴转过身离开 柳如烟愣愣地站在原地 没有追上来 只是隔着一段距离 我还是能听见她的哭声 直到走出我住的小区 陆晴才松开我的手臂 冲我眨了眨眼 怎么样 我的眼计不错吧 我是笑道 很厉害 柳如烟应该也对我死心了 陆晴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 在我面前晃了晃 你家的钥匙落在办公室了 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真是马虎啊 随即跟陆晴相识一笑 为了表达感谢 我请陆晴去吃饭 也许是比较放松 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 天亮的时候 我醒了过来 发现我躺在家里的床上 陆晴就睡在我身边 我猛了 陆晴揉着眼睛醒过来 看到了我 也猛了 虽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睡在同一张床上 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暧昧 那天过后 我跟陆晴就变得更加有默契了 时不时的对视也能碰撞出火花 没过多久 我们就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了 柳如烟没有再来找过我 消失在我的世界 我跟陆晴的感情十分稳定 她的性格开朗 对我却很悉心 会为我考虑 在她身上 我才体会到被爱的感觉 不再是单向付出 我的老家是在夜城 经济虽然不如这边 可我更喜欢我的家乡 再说我爸妈的年纪也大了 需要我的照顾和陪伴 我跟陆晴说了我的想法 决定回夜城那边发展 陆晴不仅肯支持我 还说要陪我一起回去 工作随时可以再找 但男朋友可不好找 尤其还是你这么体贴温柔的男朋友 我被他逗笑了 跟陆晴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是过得很快乐 我也才明白 爱是相互的 陆晴愿意陪我去的家乡 我肯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回到夜城 我带陆晴去见我爸妈 陆晴就像是一个开心果式的 横讨我爸妈喜欢 在陆晴睡觉的时候 我偷偷量了他的手指 然后买了戒指 在好友的见证 我跟他求婚了 陆晴又哭又笑地答应了 两年后 我的银行卡突然收到一笔钱 就是秦浩文欠我的钱 只不过转账的人不是他 是柳如焰 后来 我听同学说柳如焰没有跟秦浩文在一起 秦浩文跟他求婚了 他没同意 他说曾经辜负了一个很好的男人 这辈子都不会再谈恋爱结婚了 我听后只是笑笑 与我无关 全文完 这辈子都不会再谈恨